中心公布快筛阳性试同确诊的政策 明天起正式上路 有三种人适用这项措施 包括了居家隔离 自主防疫 还有居家检疫期间 在家快筛阳性的民众 透过远郡诊疗 经过医师评估 达成共识之后呢 就直接通报确诊 但如果没有共识的话 则是要再安排PCR裁减 不过在这也要提醒大家 在做完快筛的时候呢 要记得在检测卡夹上 签名写上检测的日期 而健保卡一同拍照上传 在医师视讯诊疗的时候 判读的时候来出事 诊所医师远距看诊 已经相当有经验 不过从12号开始启动 快筛阳性视同确诊的政策 不管是大医院 或是基层医疗院所的医师 都可以透过视讯 帮三种族群的民众评估 就怕执行上会不会有难度 很多人的话 他都有投保 不是医疗院所该帮他录音的 我们医疗院所 他是站在一个人道立场 只会担心伪因性 只要是居家隔离 自主防疫 居家检疫这三类对象 快筛阳性 经过医师人员判定确诊 就不用经过PCR 但视讯诊疗前 有前置作业 民众必须在 判读阳性的检测卡辖 或是检测片上 签名写上检测日期 与健保卡一同拍照上传 在医师远距视讯时出事 评估双方如果没有共事 就要通知卫生局 安排PCR裁剪 但如果快筛阳性的结果 双方都没有疑虑 就可以上传阳性结果 自动通报 或到法传系统通报后 系统就会自动判定为确诊 防疫新规定 还有确诊孕妇的用药上 指挥中心也有松绑 经过医师评估后 知识可使用辉瑞口服药 不过另一款 莫娜皮拉维的口服药 目前仍不建议孕妇使用 怀孕的妇女 是不是可以试用口服药 还没有很足够的 临床资料可以参考 基本上还是要个别的 个案来考量 告知这个未知的风险 按中央规定 确诊者用药资料 医院得在24小时内上传 不过现在医护盲返 指挥中心也说 于时上传不会处罚 只希望在疫情紧张时刻 能掌握用药数量 及时调度规划 记得上报道